一根手指怎么放倒一个二百斤的状态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很多人认为啊 我这个手指可以直接去戳眼睛 这个呢太凶狠了 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的格斗之中 用不着这么凶狠的招 但是你危及生命的时候 你可以去用大拇指去戳眼睛 这个也是可以马上逃跑的 那么怎么一根手指放倒一个二百斤的状态呢 注意啊 只需要勾他的嘴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他抓我或者打我 闪过来之后 我只需要勾他的嘴 他的整个身体直接就会被你牵下来了 那么你马上就能把它放倒 还可以怎么办啊 用我们的这个手去怎么办呢 无论他多撞 注意他锁骨这个位置啊 只要一抠 他是特别疼痛的 马上就可以把它放倒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他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练习方法 那么团上的道理啊 我们的手还可以怎么办呢 它的下巴下壳 你都可以这么去直接扭动 马上就可以把它整个身体放倒 所以想放倒这么大的一个状态呢 一定要讲究技巧 四两拨千斤的这个劲儿 用到用对了 马上就可以把它放倒 想要以巧劲儿 破这种身体非常强壮的人呢 一定要牵着他薄弱的环节走 比如说刚才说的 抠住嘴里 然后一拉 对方马上就会倒 那么还可以怎么办呢 耳朵对吧 你要是拽住了 也马上可以把它牵倒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眼睛 还有什么地方呢 耳朵后边的这个位置 无论它多么强壮 你用这个大拇指啊 狠狠地戳过去 整个这个位置是特别疼痛的 大家可以自己拿手去试一试 戳在里面是特别疼痛的 那么当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就要非常迅速地 闪到对方的身后 对吧 出拳 非常迅速地 通过身体的位移切过来 或者是他抓我 对吧 从下面闪过来 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到他的身后了 这个手抠过来 或者搬住他的下巴 都可以直接就可以把它给放倒了 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 无论他多么壮多么胖 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呢 是很脆弱的 你这个手只要勾进去 记住啊 一定是向下勾 你不要向你戳 戳没有用 戳他的肌肉 他的这个脂肪就挡在外面了 向下勾 这个力 像回屎 对方一定会特别疼痛 跟着你的这个劲走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达到了 可以牵制对方的作用 运用这样的技巧呢 除了我们整个身法要快 要懂得 与对方身体的位移变化 而且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手指一定要有力量 怎么加强手指的力量呢 可以平时多做 手指的俯卧生 把五个手指放在地上 去做俯卧生 四个三个 慢慢的你的手指就有力量了 喜欢的朋友呢 别忘了点赞和评论 我是武术教练小艺 那么你有更好的办法 别忘了在视频的下方 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交流讨论 下回再见 拜拜